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今天第六課要上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第六課就是 我們要上列表這個東西 那之前的課程啊 我們發現就是 我們在處理大量資料的時候 它速度非常的慢 我想大家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那當然資料多本來就要處理得慢 不過其實還有一些什麼 記憶體管理啊等等的這些 原因啊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R裡面最後一個物件 那這個R裡面最後這個物件 就是大家之後都會遇到 就是會 大家不用說會產生它 只要會用它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就是 這個列表是什麼東西 列表它的原理這樣子 就是 還記不記得我們R裡面最基本的物件 就是向量它是一維的 那一維的它就沒有什麼 它的結構就非常簡單嘛 就是 從這個 反正它就是有N個 N個元素在裡面 然後它有各種不同的屬性 那 牽扯到正列之後啊 你放在那裡就好了 牽扯到正列之後 這個 呃我們發現 它的結構 呃是可以擴展 但是它有一些限制 舉例來說 如果是矩陣 N乘M的話 它可不可以 某一個Colon 人數少的那一個 然後某一個Colon 人數多的那一個 沒有辦法 對不對 並且如果你同時有 一個 呃 比如說你有一個 5乘3的矩陣 和一個長度為7的向量 要合併 你有辦法合併嗎 你沒有辦法合併 就你沒有辦法合併得很好嘛 對不對 你要怎麼 你填進去的話 好像會有一些空格啊 對不對 所以說 不是很好合併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 所以我們 有什麼方法 可以 不去管它的格式 要把它們合在一起 我想這就是 列表要來解決的問題 列表是沒有 沒有 就是它是沒有去 就是 呃 沒有去指定它合併的資料格式 那沒有去指定要怎麼合併呢 那這個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例子好了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X1等於1到20 M1 這個M1它其實就是一個矩陣嘛 對不對 M1是一個矩陣 那M2咧 M2也是一個矩陣 他們兩個的形狀絕對是不可能合在一起的嘛 對不對 一個是3x3 一個是4x5 所以他們絕對不可能合在一起 那接著咧 我們再來產生一個向量 這個是X3 X3的長度是 4 好 那我們要怎麼把這些東西合在一起呢 我們來看一下 來 L1等於 List M1 M2 X3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L1 4層 欸 你發現了什麼 它用 它把它分開了對不對 它其實沒有合併它 它把它分開列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就要列表 欸 那你會說我們為什麼要把它合在一起 對不對 我不能把它分開嗎 把它合在一起有什麼好處 我們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好不好 如果我們現在想要把它 把它合著 就是把它這個就是 等於說 把一些屬性不一樣的東西把它合在一起 又不想損失它本來的這個本來的樣子 那這個時候你就需要用列表這個東西 你還記不記得把一個文字向量跟一個數值向量合併在一起 它就會強迫變成文字 可以還記得這件事吧 那列表不會有這個問題喔 列表它會保留原來的屬性 你應該看得出來這還是數字 這是文字 然後這是處跟boss 對不對 它還是長那個樣子 OK 我們來看一下列表有什麼東西可以用 哪些函數可以用 我們的核心函數 Lens 一樣可以用在這上面 我現在已經記不起來了 我們總共教了幾個核心函數了 好不好 但是顯然不到20個對不對 Lens還是可以用 這個L1 好 接著 class一樣還是可以用 來我們看一下class 欸List 這個沒有問題吧 好那我們繼續 Names Names 這是一個新的 我們新接觸到的 這個 就是新接觸到的函數 對不對 這個跟ColorNames啊什麼東西有點像 那它就是給列表名字 我們再看是L1 你看這裡是不是出現A 這裡是不是出現B 這裡是不是出現C 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Ls這個函數 Ls這個函數 它可以把列表裡面有哪些名字把它列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欸 你會說那如果它還沒有名字呢 舉例說 你看喔 我現在到這裡為止 我的L1現在是沒有名字了對不對 這個時候我對它求 LsL1 它出現了一堆Error 所以 列表要有名字了以後 要有名字了以後 這個Ls這個函數才可以用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 我有了名字 有列表 有了名字以後 我下一步 很重要的東西 我一定要學的 大家學個新東西之前 最重要就是學它的鎖影 因為 鎖影跟我們的回圈是息息相關的 對不對 你學程式語言不會用回圈 那就乾脆不要學了 對不對 這個 它不就是要大量處理我們重複 可以重複想不想做的事情嗎 對不對 好來 我們在列表裡面 所用的鎖影符號是雙中跨號 為什麼咧 來我們來看 一個中跨號一個數字 被向量用走了對不對 那 裡面有豆點是不是被陣列用走了 所以 時代沒有別的創意了 所以它就雙中畫號 這樣可以找出 列表 這樣懂我意思嗎 第二個 第一個 那一樣 它可以打 關鍵字A 它就會出現第一個列表 因為它的名字就是長這樣 這樣可以吧 或者是 它可以用前號 前號A 前號B 前號C 做一下你的前號C class 我剛剛不是說它的屬性不改變嗎 看到喔 它的屬性是不改變的喔 它列表 如果你直接問它L1的class 是一個list L1裡面的A 是matrix L1裡面的B 也是matrix 這樣可以了解 它其實沒有改變它的屬性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如果想要 有了 你看它既然列表 我們來講 它既然列表可以這樣子打 然後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它可不可以這樣之後繼續開鎖影 主要說3 7 5 可以 這樣懂的意思吧 那怎麼去做呢 就是 鎖影之後再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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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R裡面是合法的 我來示範一個有趣的東西給你們看 主要說X等於 1 主要說5 6 8 7 1 3 我這個隨便打的喔 然後 X 4 然後我這邊如果打 3 5 這就是一個 8跟3長度的向量對不對 我這個東西 可以繼續再往後打喔 裡面的第一個元素 它就會打出8 好 所以你們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鎖影本身 是可以鎖影再鎖影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連續兩層鎖影 如果你知道這件事之後 這個就沒有顯得那麼神奇了嘛 對不對 本來就可以鎖影再鎖影的 這樣可以喔 鎖影完之後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新的玩意嘛 本來就可以再鎖影它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OK 欸怎麼了有什麼問題嗎 好沒有 那我們繼續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列表這個東西啊 我們這樣看起來還蠻簡單的對不對 就是好像 如果你覺得很簡單啊 那這個恭喜你啊 就是你對程式語言的熟悉 已經蠻高的了 好那 但是我們現在要教一個 呃 就是一個比較沒有那麼簡單的東西 但它很方便喔 你如果知道了以後 你會覺得它很方便 就是 有一個東西叫做 S3物件 那這個S3物件啊 它我們來看一下這裡的描述啊 就是 列表它很方便 它可以把很多很雜的東西都丟在同個地方 對不對 這個 可是你現在還搞不清楚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啊 為什麼不能分三個呢 為什麼一定要放在同一個列表裡面 對不對 這個我剛剛還沒有解答嘛 對不對 那 原因是這個樣子的 是 我現在啊 想要把列表 列表可以擴展成S3物件 S3物件有一個非常神奇的功能 等一下我們 等一下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什麼功能 好來 那 舉例來說L1現在的樣子 你看L1現在的樣子 是不是有點 我有點多 不知道它在幹嘛 對不對 那 我 我現在L1 這個 我現在這樣打跟Print L1 意思是一樣的 你們應該知道吧 就Print本來就可以不打了 知道這件事喔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來 我現在問L1物件的屬性 它說它是List 這個我們剛剛都打過了 結果你發現我居然這邊可以打一個 強迫它的屬性改為TEST 這個 這是我隨便亂打的喔 你可以改TEST 5678也可以好不好 好打下去之後 我再看一次L1 沒有什麼改變 可是下面多了一個 這個東西對不對 我們比較一下上面跟下面 差別只有在下面這個對不對 我目前還看不出來 多這個東西有什麼意義 這樣可以了解吧 但是 但是我知道 原來我可以去強迫列表 改變它的屬性名稱 它本來叫List 現在它可以叫做任何我想要的名字 只是我還不知道這樣做有什麼意義 對不對 好這樣做的意義在這裡 這樣做的意義在這裡 來我現在寫一個函數 好看喔 我現在右邊是沒有這個函數的 我先複製貼上 這裡是不是出現了一個 print.test的函數 看到了嗎 這個函數的內容是什麼 等於Function裡面丟個TEST進去 然後看起來它會講三句話對不對 Cat是講話 還記得這件事嗎 Cat 我們之前說要做AERO訊息的時候 Cat就可以講話嗎 還記得嗎 我在自訂函數的時候 自訂函數的時候 有說Cat可以講話嗎 對不對 還有Message還有Stop 對不對 好 所以說其實這個print.test這個函數 它其實就是一個自訂函數 這個自訂函數其實裡面就是講講話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好 至於它裡面寫什麼 這不重要 我們現在要來做一個非常神奇的事 我們剛剛打L1的時候出來是這樣 對不對 我們現在在打L1 非常的神奇 它只出現 它好像是 直接把L1放進print.test裡面 產生出來的結果對不對 你們有看到了嗎 我現在打print 照道理講我應該是這樣打 print.test L1 那我出現這樣不神奇啊 對不對 可是 我直接打L1居然也出現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不然我把 我看了喔 我把print.test把它刪掉 我再打L1 欸 它要回復了 所以有鬼的就是print.test那個玩意對不對 那 那你發現了什麼 欸print.test 它不就是一個普通的自訂函數嗎 那不然我把print.test 我把它換一個名字好不好 只要說print 底線test 好那我再打也是L1 欸 沒有任何改變 欸你發現 似乎 似乎 這個print.test 這個函數似乎有一些魔力啊 對不對 你感覺是有一些魔力啊 那它print 如果只有print.test2 好把print.test刪掉 它還是沒有改變 好你注意到了什麼呢 原來 S3物件 S3物件我強迫把列表的屬性給 改掉了以後 我強迫把列表的屬性改掉了以後 等於我在R裡面重新定義出了一個新的物件 然後 你給它一個自訂函數 只要print.xx 這個後面這個名字 要跟這個名字完全一樣 如果完全一樣的話 以後你直接打這個物件 相當於是print它嘛對不對 它就會自動去呼叫print.xx 這個函數 然後去做出我想做的事情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S3物件比起List 它最大的差別在於 我可以指定它的print函數 那我可以指定它的print函數 就意味著我可以 只讓使用者或是我自己 看到你想要讓它看到的東西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 我現在再把print.xx叫出來 然後把它清掉 好我現在的L1長成這個樣子對不對 看起來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可是 可是我跟你們講喔 我一樣 我現在還是可以LS 我還是可以看到 裡面有ABC這三個物件對不對 我一樣還是可以L1 前號A 把A的部分叫出來 我一樣可以用 這種索引符號把它叫出來 所以說你會發現 S3class有什麼特性 它的特性是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講 它的特性是 本來列表該有的功能 它全部都有 這樣懂我意思嗎 覺得說 該可以索引也可以索引 該可以用什麼函數 它還是可以用什麼函數 但是 但是這個 你現在print它出來 你可以只看到一些 比較重要的數據就好了 那這個東西就不會是分開 可以呈現出來的 對不對 現在有一個M1 M2 跟X3 它如果沒有合在一起 然後變成一個 S3class 它永遠我看不到這樣的 我永遠看不到這樣的資訊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如果你想要給對方一個物件 你現在都是自己寫程式啦 但是如果你以後要寫程式給別人用 那你想要給對方一個物件 你如果會用S3class的話 是不是就比較方便 你可以給它看到一些 就是summary的數據 那這個 它如果這個 它如果直接print的時候 它也可以直接看到summary的結果 它如果想要裡面的東西的話 它一樣可以拿到裡面的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S3class除了print.xx以外 還有一個函數叫做summary.xx 我們現在先直接打summary L1 你什麼東西都看不到對不對 L1裡面有ABC三個物件 它的class都是不知道是什麼 MOD是數字文字跟邏輯值 對吧 那我跟剛剛一樣 我可以指定一個summary.test的物件 這個函數啦 指定一個summary.test的函數 裡面寫什麼這不重要 因為我並沒有 我並沒有說 就是 我並沒有要跟大家解釋 裡面寫什麼 我只想跟大家講說 你這個時候再打summary 它就會等於是呼叫的這個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S3物件比起其他的物件屬性 差別就在於 它可以擁有自己的print跟summary函數 我可以定義給它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如果你懂了以後 我現在要給大家一個小小的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做這件事情 我現在有一個list 這個list 是 我這個list student等於小明小華小愛 score等於809075 那你可以看到是長這個樣子對不對 那我希望啊 你在打出這一行之後 你本來只能看到這樣子 那你打出這樣行 那顯然它就是有 自訂一個新的print的函數嘛 對不對 這個新的print的函數 我可以看到這個樣子 這樣懂我意思吧 如果你不知道 你會想說 那我這個東西要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這回春的語法你記不太起來的話 請你看第二課 第二課 這個是第二課的一個範例 第二課 在這裡 小明小華在哪裡 這裡 顯然這一串程式嘛 對不對 可是當然啊 你現在顯然不能用student跟store 因為你顯然要去換成 這個列表的這個鎖影值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請你做這件事情 試著完成任務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一些時間 好 我們看一下這一題的答案 這一題的答案 其實我們需要這個東西 就是 你看一下我們現在test 就是長這個樣子嘛 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 你就會發現 我們啊 首先要先叫出 他的學生的 學生在哪裡嘛 對不對 這個 看一下學生要怎麼叫 他裡面的 第一項 這就是學生的名字嘛 對不對 接著呢裡面的第一項 這就是小明嘛 對不對 雙重鎖影 所以我們首先要知道雙重鎖影 在做什麼 那 接著呢你的分數要怎麼找 分數就是21 這樣就是小明80分 對吧 可以接受吧 那你要怎麼改呢 你顯然要改回圈 你就是這裡要改i嘛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cat i等於1的時候 i等於1的時候 我們如果執行這一行 你是不是就會看到小明的分數 為80分 好 如果 i等於2的時候呢 欸 這個小華分數 為90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 所以是不是 這一行 你如果可以了解 就是這一串回圈了 對不對 那只是說 你這樣子執行 就沒有達到我們想要的樣子嘛 是有這個效果喔 只是 沒有達到我們想要的樣子 那你會說這樣有什麼差別嗎 欸你要給別人用的時候 就有差別啊 我們還記不記得 我們給大家一些這個 了解說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學這個好了 就是還記不記得 我們這節課的目標是什麼 首先你要先會 這個 你要先有能力 可以 上網找說 有哪些女生在真男用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下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讓別人可以用這個東西嘛 你要讓 因為你用完之後 你也只能找一個嘛 對不對 要找太多個 那個我們不討論 好不好 那你找完以後 你就要給你的同學用啊 那所以你要給人家好好用嘛 那你也給人家好好用 那麼大串程式嘛 人家怎麼會用呢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必須要把 這樣的一個 東西 打包成A3物件 那A3物件的重點 是 我必須要先指定一個 class name 給這個 物件 現在它叫list 我把它改成叫做abc 我把它改成叫abc之後 這個testlist 本身 本身還是沒有任何意義啊 我必須要產生一個新的函數 叫print.abc 注意這個 後面那個abc要完全等於前面這個class的名字 這樣可以了解吧 等於function 好這個叫什麼都可以 好我們現在 舉例來說我這個x 我直接是lens x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也可以唷 我如果給定了這個函數 我再打testlist 這個 它要printer 好你看它是不是出現2 沒有任何意義 不是 不是沒有任何意義 是 這個東西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把這一串 把它放到這裡來 可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你現在 認為它的input是x 所以這裡要改x 你如果 你如果不想這樣改的話 你就是把testlist拿到上面來 這樣都可以 這樣兩種做法都可以 好那我們叫abc 我們現在在看testlist 它是不是就出來了 好那如果我想要把它改掉 假如說我不想要 再看到這個樣子了 我就可以強迫 我把它的class 把它改回 把它改成 隨便打一個數字也可以啦 好不好 那它要回到那個沒有定義的狀態了 這樣可以嗎 好那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 大家還有一些人 大概沒有完成 我們再給大家 三分鐘的時間 讓大家就是 可以完成到這一步好不好 你說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第二個部分 今天就兩個部分而已啦 我覺得我們的課應該是 上的蠻慢的啊 這個就是 今天的第二個部分 是 剛剛我們已經學會了列表 然後我們發現了 Rby的這個函數啊 就是 桑捷克 你們有沒有印象 那個大回圈 的那個進度條 它有很特別的特性 它是越跑越慢 越跑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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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為什麼會越跑越慢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啊 大家想一下 如果今天有一個 Excel表格 兩個Excel表格 然後 這個Excel表格 它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你要複製出 然後去Arbind 然後產生一個新的 Excel Excel表格的時候 是不是 這個每 每一次 隨著你回圈 越進行越多 因為原來的那個 那個 表格越來越大 它複製所花的時間 是不是就越來越長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它其實對記憶體很不友善 一直在複製 一直在複製 那比較好的做法是什麼 那我如果可以一次把 1000個Excel表都開好 那我一次複製 我一次就複製一個 一次就複製一個 這樣子 Don't worry 然後就一直往下貼 那這樣是不是問題就解決了 你們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是 你們之前的語法 我們再看一次喔 之前的語法 在這裡的時候 好 我們首先finaldata 是一個空的元素 對不對 然後我們每做完一個 我們就把它 rbind起來對不對 那這相當於 這個東西 它一開始可能只有100行 接著它就變 這個數量大概是固定的 這樣東西 因為每個人 他比數大概不會差太多 但是這個會累加 這個到回圈的最後 它可能變成幾萬啊 對不對 那幾萬加這個 所以它的速度越來越慢 是合理的 就是慢在這一步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 我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是 我 其實我不要這樣子 每一次就這樣子 無限累加嘛 對不對 就是 它每一次就要重新 產這個新table 然後我再把它 再把兩個合併 再把兩個合併 我應該是一直往下貼嘛 一直往下貼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對不對 可是一直往下貼 好像沒有這種語法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 學個新東西 就是 列表可以用這個東西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一個 範例是 finaldata 是空的喔 finaldata現在是空的喔 然後我 i從1做到100 1000 然後我的BestData 我的finaldata 這個就是 不斷的每一次就重新合併 這跟我們上次 尚捷克學的方法 是一模一樣的 對不對 一直重新合併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system.time system.time 這個是 現在的 時間 這是現在的時間 那 如果我 在做 如果我現在用system.time.t0 就是代表 現在的時間 減掉 剛剛我打下 剛剛我記錄下來的 那個時間 這樣都有意思 因為現在t0已經不會改啦 現在t0就是這個時間了 對不對 所以 你如果 在你的語法前面 放t0 等於system.time 那 後面system.time 減t0 這樣你就可以得到 這一串語法的總執行時間 這樣都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串語法在做什麼 這串語法就是final data 貼base data 1000次 這樣可以了解吧 他就一直rbine的 一直rbine的 一直rbine的 rbine的就是上下貼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要多久 好這樣要0.6秒 對不對 好我們把1000 改成2000 你發現了什麼 照道理應該2倍對不對 照道理應該2倍 可是他好像不是2倍對不對 那我們再換4000好了 4000看一下 有點久對不對 是不是有點久 8秒 不是2倍 注意到了吧 不是2倍 為什麼不是2倍的原因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對不對 因為這個東西 對記憶體非常的不友善 你的 你如果函數是這樣寫 那就相當於是把這個 你就相當於是把 就是 按照我剛剛那種講法 就是 再開一個新的excel 然後把現在兩張再貼過去 然後之後再開一個新的 再貼過去 這樣子 好那我們要怎麼樣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要解決的方法 是 我們用列表來解決這個問題 來看著喔 我們本來是用finaldata去儲存對不對 我們現在改成 開一個新的datalist 這個新的datalist就長這樣 現在是空的 然後我強迫它的di項等於base data 我這邊先用 3就好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datalist長得怎麼樣 他其實就是123 他是完全一樣的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把 這個 從3 改成 1000 剛剛還記不記得1000 要花了多久 大概不到1秒對不對 大概0.6幾秒 我們現在在這樣做 他一樣會把 他就是把base data填到 列表裡面的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一直填到第一千個嘛 好我們再看一次現在的時間 你發現什麼 0.01耶 這個速度是 60幾倍 這樣可以改完 而且最神奇的是 如果我把1000 改成1萬 他幾乎沒有時間的差別 太誇張了對不對 再來 10萬 你根本沒有把他想 你根本沒有把他想像說 本來的速度到底有多慢 你感覺出來了吧 啊你說 你現在問他10萬 他的lens真的是10萬嗎 你真的是耶 他真的是沒有作弊耶 對不對 怎麼那麼快 你們 現在可能 現在可能就是 就是之前你們在 就是我們在這節課以前 我們都是教你如何大量操作 我們都還不管時間 因為首先你要先有這個能力嘛 對不對 現在你如果會面對大資料 你發現 這個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他的差距可能是 非常誇張的一個差距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個 這個10萬 我剛剛真的是 不想用剛剛的程式馬跑 我真的是 那個10萬 那個是一個很難相信的數字 可能是幾個小時吧 或是幾天吧 對不對 好 但是你現在有個問題啊 你這樣子 做完之後 你 還是一個列表的格式啊 可是 我們剛剛 那個我們上一節課的那個 練習題 我們最後是想要讓他變成一個資料表 對吧 這樣我才可以用 write.csv寫出去啊 如果之後是列表格式 這樣子多麻煩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需要學一個新東西 我們需要學什麼呢 我們需要學到一個新的函數 這個函數也非常核心喔 叫讀扣 讀扣是什麼函數 來我們看一下 首先 data1 這個 這個 我們現在把這個 這個是 Lesson6 好 這個data1 非常簡單嘛 就是 我的 我是不是就是 用 read.csv 把這個檔案給讀進來 這個我們已經操作非常多次 非常熟練 data1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其實是 這個函數 我們以前 都沒有很仔細的 正式的介紹 這個函數長的樣子 這個 read.csv 在小括號外面 所以它顯然就是函數名稱 對吧 小括號裡面的 是不是它輸入了參數 但是它輸入的參數都是有名字的喔 這裡雖然沒有給它打名字 可是實際上它是有個名字的 對不對 file 對不對 你為什麼你只在打問號 read.csv 它這裡就會告訴你 它其實就是file 對吧 你如果在這邊打說 file 等於 這樣 那你得到的答案會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嗎 OK 所以這個函數 它用了三個參數 產生 data1 這個物件 對吧 好 我們來看 現在 我們把這三個參數 把它合成一個list 這個primterlist 它非常簡單喔 它就是裡面有三個東西嘛 file header 跟fileencoding 那 一樣 這個list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喔 就是1 2 3 好這樣子可以吧 一樣你叫file也是可以喔 file 好的 這樣可以接送喔 那我們下一步是 來看著我們data2怎麼產生的 參數我已經決定了 讀扣 read.csv 本來是擺在這裡的喔 現在改人擺在這裡 然後我們把primter放到這裡來 這樣子我們按下wrong了以後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的 我這裡要前面要加lesson6 好再一次wrong wrong 好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子檔案一樣是讀進來的 檔案一樣是讀進來囉 然後我們問 all equal 欸它也是完全一樣 所以說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個 讀扣這個函數 跟list的組合 它可以做出什麼事情 就是 我輸入很多 我如果我的參數非常非常的多 的時候 我可以先把它整合成一個list 然後再用ducode這個函數 讓它一次全部做完 這樣懂我意思嗎 如果我的參數非常非常多的時候 好這個時候關鍵的語法是abine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abine的描述好不好 你發現了什麼 abine前面就要點點點點 點點什麼東西啊 點點就是 一個factor或是matrix 它意思就是 你可以把很多個東西合在一起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abine 來看這種abine的 我們以前都只有abine的based data based data 那這樣當然可以產生一個長度為40了嘛 對不對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你會發現 它其實還可以再繼續輸入 這樣60 based 可是我不可能一直輸入啊 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解決這件事情 欸 用ducode跟list組合嗎 對不對 好看著喔 好 我現在 要把它讀進來囉 T0 然後我本來做到這裡就結束了 對不對 我現在給它ducode rbine的datalist 把它合併成mydata 好這邊還是給它 10萬好了 故意用個很誇張的數字 來看一下多久 你發現9在這裡對不對 但是 絕對 絕對不是剛剛那個時間能夠比你的 好不好 4秒還是很快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mydata的 number of raw 200萬 合理嘛對不對 這個檔案有多大 對不對 來看一下 右邊它要寫 35MB 你們以前 你們可能覺得MB是一個什麼 MB怎麼那麼小啊 因為它知道你們以前 處理的資料都是什麼 甚至還有B的 對不對 連KB都不到 所以說 這個 MB已經非常嚇人 好 那這樣知道了吧 欸它真的是 它真的是非常快 對不對 讀扣這個函數非常神奇 好 那我們現在來教你一下 就是我希望你們可以再做一次 上捷克練習了 可是啊 這個 你會說現在時間 這個上課時間 這樣好像 這個有點多對不對 因為我知道上捷克 那個難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啊 我希望大家做一件事情 就是等一下 大家重點當然是 利用 list去把這個時間加速 對不對 然後去算時間 但是 我希望你們還是可以親手做出這件事情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上捷克的要求 如果你還沒有做到的 我等一下會再跟你們解釋一次 然後 讓你們去熟悉說 怎麼做資料整理 因為這邊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我 這一節課上的東西 非常的少 因為我要非常確定 你們在資料整理這個部分 是有過關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 給大家 當然這就是上一節課的答案 這就是上一節課的答案 那 要改成list格式 它本身是很簡單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的練習是這樣子 我們先花 五分鐘的時間 你本來是這一大串 這一大串本來就是可以執行的喔 這一大串本來是可以執行的喔 我這樣全部執行 我按sauce 它進度條應該就會跑出來了 這一大串本來是可以執行的 然後 關鍵在這裡嘛 這裡 跟這裡 請你把它趕list格式 好 那 這樣子我覺得五分鐘就可以了 五分鐘完成了以後 我會 我會把時間拿回來 然後我會花很多 我會 我這一節課我會再好好的跟你們講說 怎麼樣 這些程式嘛 是怎麼樣寫出來的 好不好 因為你們還是要學會資料整理 我必須 就是這個沒有辦法 到下節課之前我一定要 這個 這個東西一定是要學會的 好不好 那 所以我會再花一些時間講 然後 大概 我們預計這樣講完之後 我五分鐘之後 11點五分的時候 我會把你們螢幕切回來 改這個嘛對不對 然後 可能我會講十分鐘 講完之後十五分 如果你上節課 你覺得你是完全可以吸收的 或是你回家練習 那你就可以下課了 剩下的我會再陪你們一下子 好不好 就這個樣子 這一題要改成 列表格式要加速的話 就是 這麼多程式嘛 很複雜對不對 可是 關鍵的地方 我們已經非常清楚了 這件事情很重要 以後 那個 我們大概在幾節課以後 也會教大家這樣的技能 也就是說 如果人家給了你一大串程式嘛 你要有能力找出裡面關鍵的部分 然後改成自己想要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裡面的關鍵就是 我要把 finaldata 跟 rby的finaldata 把它解決嘛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產生一個 叫做 data list 等於 list 這樣子是不是開了一個 空的列表 開了一個空的列表 然後我在這裡 我不要rby的 我改成 datalist 等於 第一個 第一個 datalist 等於 submetrics 這樣可以了解嗎 然後結束之後 結束之後 我再說 finaldata 好 我打在這裡好了 finaldata 等於 to call rby的 然後 data list 好那這樣子的話 速度就會快很多 我們再執行一次看看 好其實你可以覺得沒有快很多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它 這邊的時間還是花蠻多的 所以感覺沒有像剛剛那麼明顯 可是本來會越跑越慢 現在就不會越跑越慢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你們可以稍微試一下 我想就是 這一節課的答案其實就在不多嘛 改這裡 改這裡 跟改這裡 這個其實沒有非常難 對不對 好不過我想啊 就是我們先講最後這部分 就是 這一節課的重點 或者到今天為止你要學會什麼 就第一個r裡面的三大物件 我們都已經教過了 就是這個 就是向量 然後正列跟列表 沒有其他的 就是這些而已 好那第二個是 這個列表 就是 列表的這個應用 然後跟讀扣的應用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我們要知道 然後第三個就是 S3 class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以後 要給別人用的時候比較好用 如果你都是自己寫給自己用 S3 class其實沒有那麼有用 因為反正你需要的時候 你就用那一大串程式碼就好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那個S3 class其實還好 好那我想 就是在 就是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了 就是我們 最近 我們已經教資料整理 教了六節課了對不對 其實下節課還是在教資料整理 那所以說 這個大串語法 你一定是要有能力寫出來的 好那所以說 我們花一些時間 我現在花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很快的把 上次 這樣子的一個練習題再講一次 那如果說這個 呃 你已經學會了 你就再浪費五分鐘就好了 好不好 那五分鐘完就可以下課了 如果還不會的 我們還是 就是 我們還是就是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 然後留在這邊給大家問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Data到底要整理成什麼樣的格式咧 我們首先 我們再看一次這個Data 我們會發現 他的這個 我們需要有不同的這個 呃 Pation Number 有不同的Collection Data 然後我們把它換成這個嘛 對不對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做資料轉換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要把它的 這個 Levels Pation Number 就是 UMBR 好 等於這個 呃就是 Factor 先Factor 先Factor 再Levels 好Data裡面的 Pation Number 對不對 這樣我們可以得到 全部的 Pation Number 總共有幾個 好這樣就沒有問題吧 然後 我們要得到 N點 Pation Number 等於 Length Level 點Pation Number 點Pation Number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然後 接著咧 你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I等於1 喔那個 Levels TestName先寫好了 Levels TestName 他叫什麼 TestName 等於Level 一樣 Factor Data裡面的 TestName 電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 這個 Aaron 所有 enorme 數目了嘛 對不對 然後一樣 再來 n. testName 等於 等於 好這樣子的話 i等於1的時候我是不是就可以產生一個 subdata 等於data裡面 data裡面的 pation number 它屬於 levels 第i個levels pation number 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了這個 subdata 對吧 可以接受吧 然後我要 我要把這個collection data 把它的levels把它抓出來嗎 這樣我才知道我現在的形狀要長成什麼樣子 所以一樣 levels collection data 它等於levels 蛤 少一個什麼 少一個什麼 L L 喔喔 這邊 少打一個L 好 levels 然後 levels這個factor嘛對不對 可是在factor之前 因為我們知道這樣的繼承 常常會把那個就是 把那個就是 記憶保留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要 好把它把它洗成這個 把他的記憶洗掉 對不對 好來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 我們這個東西 然後接著 n.collect 等於 lens level collection data 好到這裡為止我想大家應該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上 就是至少 時間是 就是至少這個就是 想法上是沒有那麼難的 就是我們一路就是把這些重要資訊找到 然後我們要產生一個summetrics summetrics等於matrics 一樣 先填 都先填na好了 nraw 等於多少勒 n.collection data 然後 這個 ncolum 等於多少勒 n.testname 加2 為什麼 因為前面兩格 兩colum 我們要放這個 呃 patreon id 跟時間嘛 對不對 好這樣產生完了以後 好我們首先先把column summetrics打進去 等於 c id 然後這個 tan 然後接著 在這裡我們是不是就要打這個 就是 就是 levels.testnet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我們的summetrics裡面的第一個column 全部都要填 這一個病人 的名字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 它全部都要等於 這個 這個 levels.collection data 對不對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 現在看一下我們的summetrics 現在我們就只剩下要填字了嘛 對不對 填東西在哪裡 欸 這裡我打錯了 這裡應該要寫2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好那有了這個東西以後下一步 下一步就 下一步就更困難了嘛 我們就是 我們還需要把這個 就是 把每一格填進去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有 第三 下一個回圈 J等於1 subsubdata 等於data裡面的 data裡面 欸 是subdata裡面的 subdata裡面的collection data 它屬於 levels.collection data的 第這一個 好這樣我終於可以填一些 數字進去了嘛 對不對 然後一樣 先問它position在哪 position 等於 這個which 這個 subdata裡面的 這個 j一個 然後它的 呃 假如說它的testnet 它等於等於 這個 levels.testnet 對不對 然後因為 它的數字我是不是要加2 這樣我可以得到我的position 這個position 就是我的 欸 我的j 喔 不不不這個j完了之後 我還要k對不對 因為我要一比一比處理嘛 k等於1 開始 然後 然後 在這裡我是要k 好這樣子我從這邊開始執行好了 這樣子 我的position 是不是就是第一個 我的這個ip它出現在 submatrix裡面的第18個 第18個collection ip到底在哪裡啊 ip在這裡 這是第十 它認為這是第18個number 有這麼多嗎 好像是吧 好不好反正這個大概也不太可能會出錯了 反正就是這個 欸 ip它就是 欸喔喔不不不 是 第一個是那個 total 那個kaosin 好它在第18個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填數字了 我們 我們 我現在就不 不去計算什麼大小值了 好不好 懶得弄那個了 重點就是填數字嘛 填數字比較重要 填數字要填在哪咧 欸來那個 submatrix裡面的 第J個 RAW 然後 第Position一個colon 它就要等於 subsubdata 裡面的 第K個 RAW 哪一個colon呢 欸這個 RestValue 這個colon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submatrix 它就填完了 totalkaosin在哪裡啊 urine calcium total calcium total calcium在 喔這裡 看到了嗎 它是不是就填進去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的K回圈要怎麼打包 for k in 1到多少 nraw subsubdata 然後我們這樣就可以把它打包起來啦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的submatrix x 我要head 好啦 好它是不是該填都填進去了 這樣可以吧 然後這整包 全部打包成J回圈 for J 1到多少 n n.collection.dat 對不對 然後來再全部打包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整個submatrix把它填完 好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接著我需要把這個東西留下來嘛 對不對 我們剛剛交過了 datalist 等於 list 空的 然後我每做完一個回圈 我就要把submatrix 把它填到datalist 裡面的I 一個 地方 好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這一大包打包成I回圈 for I in 1到 n.pation number 然後這一大包包進來 好那之後我是不是就可以讀扣 abide 然後data list 它等於 finaldata 好那這樣子我是不是就執行完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希望你們可以跟著我們剛剛的這個步驟啊 就稍微做一下 確定這一題你是有辦法完成的 那當然你如果本來就會了你就可以下課了 好不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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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